1945年8月15日 日本御人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最终以我国的胜利落下帷幕 战争虽然结束了 但留在我国的日福 日桥 和曾为日本军方工作的韩府 韩桥 共计有320万人左右 接下来我国要做的 就是遣返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1945年11月17日 第一艘潜送船送走了数千枕 一年以后 320万遗留在我国的日本军民 全部被遣返 我国明确规定 这些人在离开中国时 有三样东西不能带走 另有三样东西则免费赠送 不能带走的三样东西 第一是违禁品 包括所有枪支弹药 冷兵器和毒药 以及跟作战有关的望远镜 电报机等 第二是文字性资料 包括历史资料 文件 报告等 第三是具有经济价值之物 包括股丸 金银 股票证券等 而免费赠送的三样东西里 第一就是钱 我国当时规定 发放给遣返日军军官每日500元 士兵每日200元 侨民每日1000元 第二是粮食 尽管账后我们自己都很缺粮 但还是无偿赠送每个遣返人员粮食 并规定一个人凭一己之力能挑走多少粮 这些粮食就全是他的 而赠送的第三要东西是衣服 我国还给每一位遣返人员发了一套新衣服 让他们干干净净回家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明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泊散 惭愧不已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刘伯温即可观看